大家好 神速公 先跟大家說一下 我現在每天都會在臉書粉絲團直播 說明欄有連結先幫我按過去點個追蹤 彈射世界跟PCGame都會玩喔 記得來看台 今天我們來介紹一下水炭七劍石 介紹一下新角能力 分析該不該抽 抽又要抽多少 還有未來的組隊方向 請大家先幫我按訂閱 開啟小鈴鐺 這會出更多彈射世界的情報及攻略 那我們開始吧 那我們首先來看一下明天9月10號中午 開始舉辦這個瘋PU池 那會到9月15號 那這個就是缺瘋屬的人有缺就去抽囉 但是要歪中特定一隻 其實是比較難的啦 像我就缺可憐喔 我缺一隻可憐我就可以組出完整的一個 鵝炮隊 一個強力的瘋隊 但是要撈一隻有點難 所以我再考慮看看要不要小抽個十抽 那這邊我們要看到的是 他的日期到9月15號 那我們就可以推測一下以日版的流程 這個瘋PU池 結束之後呢就會換到我們下一隻 水炭七劍池喔 那台版如果照著日版的流程 那應該日期會是這樣 但 這也是不好說 總之我會覺得應該下禮拜就會出水炭池了 接著我們看一下 下一時 水炭池的這個 封面有5個新角色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分別介紹一下他們的能力 分析該不該抽 好我們來看第一隻 水炭 他是水屬五星角 那隊長技能呢 則是水屬角色技能發動的時候 水屬角色攻擊力加10% 最大可以到120% 那技能呢 還可以提升 全體攻擊力 一個buff20秒 增加100% 火屬耐性增加30% 然後20秒 技能調530 看能力1 水屬角色發動技能的時候10秒內 這個 角色的攻擊力就會加30% 能力2 水屬角色 有攻擊力up 的buff的時候 該角色的攻擊力會加2.5% 最大可以跌到50% 那他的主動技能其實就可以提供 這個效果 所以能力2可以直接做發動 再來最重要的能力3 他是主要角色的時候 戰鬥一開始 水屬角色 技能條直接加100%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這個能力3相當的強 只要擺他當主要角色 開場就可以直接3C了 全部發動技能 那再加上他前面的能力跟 隊長技喔 都是可以提供 水隊 整個攻擊力的疊加 再加上他其實不用當隊長 也可以 大大的幫助 水隊的 傷害輸出喔 再加上 他還是帶一個火屬的耐性增加 所以用他組隊 組一個水隊去打火屬的關卡 絕對是超級適合 開場滿衝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再來就是現在的水隊 水彈的輸出還行 但其他的隊伍的話 我都覺得 都是屬於漫漫模的 那這一隻擺進去的話 傷害會大大的提升喔 再來就是我們未來的火地獄 火地獄我有看到這個隊伍喔 這個是相當高配喔 有光炮又有燈奶 那武器部分呢 是之後水超級 會出的 那底下的珠子那個拳套則是一個限定活動會出的 那這是未來打火地獄的一個方向 那又放這種隊伍的 也可以也是打得過的 那中間那個王子是水王子 之後 會出的泳裝角 那該不該抽呢 這一隻很欠抽啊 一定要抽啊 但是你如果是無課的話 可能 230抽 我每次都是建議 無課 就是230抽就好 不要花太多 那有能力課金的玩家呢 這一隻 盡量可以去抽到 或者是之後超得 也是可以的 之後水隊非常需要他 沒有他會有點不太舒服 因為下一時就是警察了喔 所以大家要分配好石頭喔 這一隻能抽是盡量抽啦 但是 不用說哈給他 接下來我們看第二隻五星喔 這隻是光鼠的七劍 那為什麼叫七劍 是因為他的技能就是 施放七把劍 接著我們看隊長技能喔 光鼠攻擊力加40% 光鼠角色每持有一個強化效果的時候 攻擊力加6%最大到60% 每持有一個強化效果 技傷也會再加4%最大到40% 他又加攻擊又加技傷 其實這個能力蠻強的 再加上攻擊力40% 加成是真的是非常多 接著我們看到他的技能喔 我們可以看到後面有加攻擊力UP效果 這個就是一個強化效果 所以他放一次技能 至少就可以疊到兩個攻擊力跟技傷 那是加100%15秒 技能條450 喔 算是短的還不錯喔 能力1 光鼠角色發動技能的時候 技能條加10% 這個也是蠻不錯的喔 有加自己的回轉 還不錯 能力2 HP99%以上的時候 技傷加150% 所以他是一種渾身的效果 99%基本上你就是要維持滿血 那有維持好的話 技傷加150%非常的高喔 能力3 當主要角色的時候 每次有一個強化效果 技傷就加15% 最大可以跌到240 哇 這麼高耶 那其實看起來他的能力就相當的強喔 而且應該是屬於是 光技傷的隊伍 他技傷的加成非常的多 輸出應該也是蠻高的 但是呢現在光隊的話 很難去組出光技傷吧 可能還要等之後的一些角色 陸續登場 可能才組得起來 所以的話 其實這一池的大獎很明顯就是水炭的 那這一隻的話 不用特別為了他去抽 等之後再去歪出來就好了 這次的兩隻五星都是常駐石喔 都是常駐角 所以我們 這隻等歪就好了 接著我們看到這隻四星角 他叫什麼 白蛇的陰陽師 那我們來看他的隊長技能喔 隊長就是水質級 加50% 對毒效果中的敵人 再加 80% 這是隊長技能 接著他的技能是召喚白蛇 對毒雲命中的敵人 造成傷害 還有毒效果 還有消除一個強化效果 等於他有一個驅散 再加一個毒 這個驅散的話 就相當有用了 那我在網路上有看到一些 隊伍 其中有些 驅散 塞他的 水屬驅散角 還不錯 那接著我們看能力1 毒傷 增加50% 水屬性角色 那能力2 隊長對毒效果的敵人 再加15%傷害 攻擊力再加10% 能力3 主要角色的時候 戰鬥開始時 技能條就加50% 那水屬性角色對毒效果中的敵人 再加上直擊 100% 很明顯的這一隻就是拿來組水質級的隊伍 那如果有缺驅散的話 他也是可以 拿來用的 那再加上他的毒 有額外的城區 所以這隻的話應該是算蠻好用的 有抽到 就是有賺到 接下來這隻是 4星的暗衝 他的隊長技能是 暗屬 技傷加60% 光屬 耐精加15% 哎唷 這隊長技還算不錯 技能的話 也是有一個驅散的效果 那技能條算是短的 440 那能力1 暗屬性發動技能的時候 該角色的技能 傷害加25% 最大可以跌到75% 能力2 每擊殺 敵人44 回復HP比例較低的角色 最大HP的5% 最多34 這個其實是在 推關比較有用吧 要擊殺敵人44 其實我們在打一些boss的時候 就用不太到 能力1還不錯 能力3 當主要角色的時候 自己發動技能 15秒內 代替全體 承受傷害 15秒內 自身的光屬耐性加100% 從棺材復活的時候 回復 最大HP的15% 那其實可以幫坦 這個能力是還不錯 但 棺材復活 就比較還好 那不過這隻的話 看能力上的話 我是 我自己是覺得 還行 普普通通 可以拿來 幫坦 那也可以拿來 驅散 但是有一些 能力就比較 沒有用 像 擊殺敵人44 這個 還有從棺材復活 這個 坦到死了 才用得到這個能力 就覺得比較還好 但是我 王上爬文 也是有人 會用到 這一隻角色的 比較功能性的 接著我們看到 最後一隻 這隻雷屬三星的大叔 這一隻的話 我們簡單看一下 他的技能 是被水的效果嗎 增加 TF傷害 但能力1能力2 你看能力2要到 HP50%以下才能發動 那他是三星技能條 還那麼長 520 這一隻的話 就應該是 沒什麼作用 所以大家看看就好 好啦 我們最後總結一下 這一池 基本上就是給水炭秀的池 抽到他之後呢 之後打一些火屬的副本 BOSS 都會相對的比較好打 聽說那個 提升的檔次 是相當的高的 會過得非常舒服 你沒有的話 就要組得比較痛苦一點 7件也是 算相當不錯 簡單來說 這一個池 我會建議大家 抽個 2030抽 那 課金程度高一點的人 可以拼個50抽 60抽 去試試看 那當然也是可以留給超德 看你目前角色獲得到哪些喔 那之前呢 如果你都不太缺的話 這一隻就可以 超德去補 畢竟 警察也是超德不到的 所以把石頭留給下一次的警察 會是比較明智的喔 那如果有歪到7件啊 或者是 那一隻水屬的陰陽師 也都還算不錯 無客的話 建議真的是不要花太多 對了 過幾天 我可能會在YouTube開彈射 那再請大家關注一下 我加進我的LINE群 我開台都會在裡面通知大家 好啦 感謝大家今天有收看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